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在汤杯的决赛当中既没有中国队也没有印度尼夏队 进入决赛争夺的是马来西亚队和日本队 现在双方的第一场单打的较量 双方的一单李宗伟对这田儿贤一 第一局比赛李宗伟21比12取得了胜利 现在是第二局的比赛 这场比赛呢 既是马来西亚自从1992年 夺得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冠军之后 时隔22年再一次有争夺冠军的机会 另外也是日本队第一次进入这个赛事的决赛 进入冠军争夺 再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自从1958年之后 在汤姆的决赛当中 中国队和印尼队一直是主角 但是在时隔56年之后 终于在汤姆的决赛当中 既看不到中国队也看不到印尼队 这应该也是羽毛球经过这么多年的世界雨量的推广 虽然他们的推广不是很有力 但是多少也起到了一点成效 使得男子团体这个项目不再是仅仅被中国队和印尼队所 把持着决赛的舞台 那球双方在抽档当中 天儿行一突然弹了一个后底线 第一局大比分失利 但是李宗伟的得分主要是通过他的进攻 所以第一局李宗伟速度打得很快 体能消耗也比较大 第二局天儿行一是绝地反击 期待通过李宗伟体能有所下降的第二局 能够扭转局势 两个人过去的交手天儿行一处于绝对下风 他们一共打了16次 李宗伟赢了15次 天儿行一只赢了一次 上方的 第二局比赛比第一局打得要紧张激烈一点 因为天儿行一也是背水一战 马来西亚自从1992年世界男子团体锦标赛之后 就再也没有夺得过任何一项世界锦标赛或者奥运会的羽毛球的锦标 在这当中无论是他们的男单还是男双都曾经向单向的世界赛冠军发起过冲击 但是都没有成功 李宗伟也两次进入了奥运会的决赛 但是两次就失点了 所以马来西亚羽毛球无缘世界冠军也已经长达22年了 我们下车达22年了 日本队的两位教练是朴柱凤和船田归探 从两个人的实力来看 李宗伟的经验 速度 技术 可能都要占有一定的上风 所以田儿贤一 得想办法 要限制李宗伟的进攻 其实他要想抢攻 抢在李宗伟的前面并不容易 李宗伟无论是往前的控网 还是抓后场突击 这些方面都要比田儿贤一胜出一筹 田儿贤一最主要的是 在推挑对方的两个底线的时候 尽量限制对方的进攻 让李宗伟不攻的那么舒服 在第二局上来 田儿贤一眼睛是两次控制李宗伟的头顶 然后抓对方软压掉往前的这一拍 因为李宗伟不太喜欢把球回到田儿贤一的底线 因为田儿贤一的进攻也是很突出的 他愿意在场上更喜欢在场上选择保持下压 田儿贤一两次抓了往前的推幅机会 田儿贤一现在在控网的这方面 还是无法在李宗伟面前占得便宜 他要想战胜李宗伟 就是要通过对李宗伟两个底线的控制 让李宗伟不攻的那么舒服 即使让李宗伟有攻的机会 也要消耗李宗伟的体能 这样才会在后半局和后半场比赛里面有机会 双方打成9比9 这是田儿贤一在第一局 田儿贤一就是打得过于消极和保守 自己的特点一点都没有发挥 但是第二局比第一局要打得好多了 这个球也抓了一个对方揭发球 挑后场的正手突然突击 李宗伟铺球界外 11比9 这段的比线明显可以看到 因为李宗伟第一局21比12大比分获胜 他的速度打得很快 所以这一段他出现了体能上的几点 在李宗伟的职业生涯当中 他有几位教练对他是很重要的 一个是现在他的教练 希德克的大哥 大希德克 对他在身体训练方面 给予了很多的指导 使他现在依然保持着 极好的竞技状态 再一个是中国籍的教练李毛 在对技术和战术上 对李宗伟的帮助也很大 那么现在他的主管教练是郑瑞慕 就是两个马来西亚教练 看上去胖一点 看上去更憨厚一点的这一位 郑瑞慕现在在08年之后 他其实对李宗伟起到的作用 主要是陪伴 因为李宗伟这种水平的球员 他实际上激战术上 已经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太多东西 主要是心理上的评论 谭言行一这个球打得非常积极 有些反拍拦掉的这一下 很突然 在第一局李宗伟赢对手9分 他的速度很快 当然没有进入直播 可能很多观众都没有看到 那一局里田儿贤一确实打得很消极 但是李宗伟的体能消耗也是非常大的 因为在上一局比赛里面 李宗伟的得分主要依靠自己的下压进攻 田儿贤一并没有失误送太多二分 所以到第二局当田儿贤一把速度加上来的时候 李宗伟现在体能上 没有第一局那么大的优势 在反击 半场球 李宗伟再奋力地跳起来 头顶突击 这一下太勉强了 看来是两个人很可能要打到第三局 因为李宗伟现在这几点还没有过去 当然分差只有四分 后半局还有一定机会 不过田儿贤一一定会在后半局里头竭尽全力 其实两个人从步伐上来看 李宗伟明显比田儿贤一还是要好很多 他的步伐比田儿贤一要气贫很多 在同样打两局的情况下 两个人如果是各赢一局 他的体能消耗 总体比田儿贤一少 因为他的步伐比田儿贤一更轻更合理 1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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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失误 这球是场地上有从左到右 画面上从左到右的侧风的影响 在这条边线上 很容易把球给吹回来 李宗伟这个球也失误了 没有想到风的影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在控网上还是优势明显 在往前两个人 都是抢挫抢放的情况下 他的球的质量总是比田儿贤一更好 所以他总是先下压 下一个田儿贤一的一个是往前的技术 比李宗盛还是要差一些 他的优势就是他年轻 所以在整个体能处备上 就总的量 他的油箱里的油会比李宗盛多一些 因为他年轻 但是无论是往前技术 还是控制对方两底线 手上控球的主确性 都比李宗盛还是要差一点 李宗盛 李宗盛把比分追到了13比15 田儿贤一 也是场地上有汗水 请求裁判来 请工作人员来擦一下 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体能上的调整和节奏 对李宗盛上分节奏的破坏 李宗盛连得了3分 这也是田儿贤一的比赛经验 打几天 减杀放网 再跳起来 这个球天然嫌疑攻的时机也不是特别好 有意给袁王 但是天然嫌疑这球还是比较敢打 中路点杀 李宗伟现在连得四分将比分从10比15落后追到了14比15还差一分 关键的一个左派球 往前短兵先行机 反派过渡批掉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分 李宗伟通过他进攻他的手段变化是很多 今天这场球对于李宗伟来说也有着相当重大的意义 因为马来西亚自从1992年之后再也没有夺得任何羽毛球赛事的市井赛或者奥运会的冠军 他在单向赛当中两次奥运会和市井赛都冲击冠军失利 那在团体赛当中呢 他其实像在马来西亚本土举行的那一届比赛 他曾经在对阵中国队的时候 在第一场战胜过林丹 但是他身后的队友没有能够战胜强大的中国队 在过去李宗伟和马来西亚队整个冲击世界冠军的过程当中 还从来没有成功过 在过去的22年时间 李宗伟连得6分 正手点杀直线 上网再突一个直线 李宗伟也不期望这个比赛打到三局 在前半局他的体能下降 但是后半局这一段的机会抓得非常好 田儿嫌疑在对方连追3分的时候 暂停了一下比赛 但是后来这个13到18分 这5分当中田儿嫌疑又没有想出任何办法 桥建内将李宗伟获得了场点 连得10分 20比15 田儿贤一之前输李宗伟 输了15次 只赢了一次 在比赛当中的信心 两个人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头顶点杀对角 田儿贤一的这一拍下压 终于给自己挽回了一点面子 李宗伟在过去这么多年 一直是世界上第二好的男单运动员 在面对除林丹以外 其他所有的对手的时候 他都表现出一种王者的霸气 但对于他过去的这 从08年到13年 5年的时间最大的遗憾 就是在面对林丹的时候 他没有能够表现出充足的信心和霸气 四线是一届内 李宗伟头顶突击点杀直线 拿下了最后一分 现在在第二局比赛 他是连得十分逆转田儿贤一 2比0 为马来西亚队夺得了今天团体赛的 第一场一单对抗的胜利 两人在职业生涯当中 都是第一次站在汤杯世界男子羽毛球 团体锦标赛决赛的赛场上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两个老对手也互相交换了一下球衣 无论胜负 这场比赛对于日本队和马来西亚队来说 都是值得纪念的 这场比赛对于日本队和马来西亚队 好的观众朋友们 刚才我们请您欣赏的是 2014年第28届汤姆斯杯赛 男子团体最后的冠军争夺战 这是由马来西亚队对阵日本队 刚刚进行了双方第一单的较量 结果是马来西亚的名将李宗伟 不负众望2比0 击败了日本的球员陶天贤斗 为这个 田尔贤一 为这个马来西亚队拿下了这场团体赛争夺的第一分 演播室里面呢 就请到了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嘉宾 这位呢 是来自中国羽毛球队的前国手龚伟杰 离我远一点呢 是我的同事 长期跟随中国羽毛球队 世界性大赛报导的这个姚立竹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刚刚呢是我们直接进入到了双方的第一场的男单的较量当中 这个李宗伟呢是面对田尔贤一的这个挑战 最终我们可以看到呢 老将李宗伟还是在关键时刻顶住了 特别是第二局10比15落后的时候 他打出了一波连取8分的攻击波 最终呢是直落两局战胜了这个田尔贤一 这场球 我看伟杰在刚才的这个演播室里面也看得很仔细 你先给我们点评一下吧 从第一局开局了 因为大概大家观众大家没看到 肯定是没看到 第一局开局李宗伟的整个速度打得非常快 而且很有自信把整个场上的节奏几乎都控制住了 而且他最重要的是抓住了田尔的某一点 就是田尔他可以回忆一下他的得分手段都是通过往前 因为他的往前的技术特别突出 没错 然后呢得到对方起球之后他下压进攻 可是很明显李宗伟在第一局上面很注意田尔的这个控网球 所以说他在抓扑上面了 铺完几个球之后现在田尔的整个战术意图就有点懵 所以第一局21比12李宗伟就胜了这三球 在第二局当中呢 一开局了李宗伟跟田尔还是有些交流 可是更多了李宗伟有些失误 这也是因为第一局速度过快的情况下了影响了自己的体力和精力 比分达到10比15时候了李宗伟他的整个精力呢又调整回来了 然后还是一样然后通过自己的信心和信念呢完成连续得11分的这个结果 应该在很多比赛中很难见到 可是得到的结论我觉得还是从这场球可以看出来就是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对 好的 刚才呢 导播呢也把我们这场男子团体决赛对阵的双方的具体的上场队员的名单 打在了屏幕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马上呢 将要进行的是第二场男子双打的争夺 双方的一双远藤大游 早转嫌一 对阵马来西亚的组合 陈文宏和云天豪 然后呢 第三场是二单 陶天仙斗对阵张维峰 这个第五场呢 双方的三单啊 上天拓马对阵刘国伦